哈喽大家好,我是卓叔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今天给大家讲的动作教学是 雅铃弯矩 我们练弯矩的目的是增加手臂前面 弓二头肌这块肌肉的尺寸 由于弓二头肌的肌线为横跨走关节 主要功能就是让手走弯曲 跟弯矩的活动轨迹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雅铃弯矩是弓二头肌最基础的训练动作 新手练手臂可以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 我们分步骤来精讲这个动作 其实知识 第一步,身体位置 双脚与肩同宽站好 双手位于身体的两侧 崭新朝上握住压铃 大臂贴紧身体 从侧面看 手肘要稍微的往前移一点点 并且用力维持这个角度 第二步,身体稳定 双脚用力踩实地面 大腿奔紧 用手拍不动 臀部夹紧 用力收紧摇腹核心 尖叫裤往后收 往下压,维持稳定 下巴往回收好 用力往身体中间夹紧大臂 这就是哑铃弯举的起始知识 动作模式 呼气的同时 用力弯曲手肘 把哑铃举到最高点 吸气的同时 有控制的下放哑铃铃 直到手臂完全伸直 整个动作的过程中 身体都是要稳定不晃动的 手肘的位置也不要发生变化 我们反复练习这个动作 常见错误 第一,手肘前移 如果在动作的过程中 手肘会伴随着动作前后摆动 这样手肘前移的过程 其实是三脚级前竖在主导发力 是练不到弓额头肌的 所以这个环节是多余的 我们应该全程让手肘 维持在固定的位置上 从侧面看 手肘只进行屈身动作 并没有前后移动 第二,身体晃动 很多同学使用比较重的哑铃时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动作 整个身体前后的摆动 把哑铃给甩上去 这说明了哑铃的重量 已经超出了你 弓额头肌的能力范畴了 需要借力臀腿才能够完成动作 这样对弓额头肌的刺激是很差的 我们应该选择 重量适合的哑铃 在全身维持稳定的情况下 也能够顺利弯举上去才行 记住这四个字 宁清物甲 第三,动作幅度不足 还有同学想举起更重的哑铃 动作就只做半成 手臂还没有完全伸直 就继续做下一次了 这样做 弓额头肌的伸展和收缩 都是不充分的 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所以不要为了虚荣心欺骗自己 做弯举应该把哑铃彻底的放下来 直到手臂完全伸直 再向上举起 让肌纤维充分收缩 动作幅度比哑铃重量要更重要 第四,缺少离心控制 很多同学把哑铃举起来之后 会突然卸力 让哑铃自由落体掉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 肌肉是完全没有收缩的 其实就浪费了一部分的训练效果 对弓额头肌这种小肌群来说 离心收缩的过程很重要 哑铃举到最高点之后 要缓慢有控制的 花3到4秒的时间往下放 这个过程中 弓额头肌也会持续受力 训练效果会比不控制要好很多 高级技巧 虽然刚刚说了 做哑铃弯举手肘不要往前移 但是这是针对新手的建议 由于弓额头肌的长头横跨肩关节 也有一点区间的功能 所以对于有经验的训练者来说 可以在弓额头肌充分收缩后 手臂在小幅度的往前举起一点 做一个区间的动作 这样可以让弓额头肌的收缩更加彻底 弓额头肌还有让前臂往外旋转的功能 所以在把哑铃举到最高点时 再把掌心向外做一点旋转 可以更好地刺激到弓额头肌 这也是只有哑铃能够做到 杠铃做不到的优势 如果你的体力比较差 可以做这种左右交替的哑铃弯举 每只手臂的休息时间就会增多 更容易完成动作 比较适合新手 如果你其中一只胳膊特别薄弱 也可以做这种单臂哑铃弯举 训练要领和双臂是一样的 但由于单臂做动作容易不平衡 另一只手最好找个地方扶一下 动作会更稳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动作教学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帮助 求三连 求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